他就問平保2318 他說祝大家苦年好 他61元有貨 應該怎樣操作好 61元有貨其實是OK的 因為有機會是之前的低位買了 其實現在都賺2元左右 我覺得看法上來說其實是好一點的 雖然我覺得未主要是很大清的格局 但是你見到平保從今年 即1月份回來年頭開始 小小回升之下其實是扭轉過去去年大半年的限格局 因為過去大半年來的限格局一來 不斷在大部分的軍線下 兼職軍線的排力是全部倒墜 但是今年扭轉上來之後 現在你見到慢慢順序了 10天高的20天 20天高的50天高的100天 其實慢慢形成一個回升的格局 還有他都開始站在所有的軍線上流上 所以我想看法上是樂觀一點 如果你說未來當A股服侍是能夠強一點的 還有繼續有些可能是放水的憧憬 這件事我想對內地金融股都是有正面支持的 所以我想有福可以保持它 如果讓我自己選擇 讓我一個短線的操作 看近期的高位65.95元 能不能夠升穿先 如果升穿得到的 先繼續將目標位再推高一點 如果不行的 那就可能在那些位附近考慮到寫食壺先